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10月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六的時間 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這一節嚴格來說 跟香港有關 但是 內容是來自英國的 香港 是在 英國的法律年度 的開幕禮 被英國的大律師工會 是提及的 好了 香港現在 跟英國 接軌 基本上差不多 是徹底斷絕了 而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法律制度 必須要有保障 很不幸地 現在香港 基本上整個司法體系 開始跟英國 基本上 是慢慢剝離的 我們先講講發生甚麼事情 話說英國在10月1日舉行 法律年度的開啟典禮 結果這個是大律師工會 英國那個不是香港 在典禮裏面 是支持 提到香港的 簡單來說 對香港現在 情況 予以恥笑 他說香港現在的法治基本上是徹底 給強權 還有行政機關 還有行政機關的權力 是徹底取代 使得 昔日對香港全世界的尊重 還有權威 正在流失 我們也要抽一點時間再講香港的法制 香港的法制基本上 完完全全是徹底100% 是來自英國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香港原本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英國基本上 是對世界上所有管治的地方 都是走同一套法律制度 英國的法律制度 可靠的地方就是在於 非常之系統化 大致上 徹底 是用法律來搞法治 人為能夠介入的地方 在英國管治的地方是相當少 保持著司法獨立 到了香港 未回歸之前當然還好 到了 回歸 香港基本上整個 司法體系就變真 雖然有很多香港 法律專業人士 在英國讀書 學習英國制度 就算不是英國讀書 基本上在香港的法律學院 基本上整套制度 仍然在用英國制度 所以經常都說 這班香港 法律界的人 讀書 但是那個心 就是徹底 是中共 每樣東西 都跟你說 以中共和北京的利益優先 這件事本身是徹底違反了 英國的法律制度的原意 因為制度本身很簡單 本身的制度就是想公平 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預 一旦 行政干預 整個制度 就沒有用了 就算你照抄 抄了法例 抄了案例 也沒有用 香港就是這樣的情況 由於 原本 司法體系就是大致上是獨立的 但是 其實政府是有話語權 在任命法官 還有 律政署 每一件事的行政都有權 到了回歸之後更加不用說了 情況當然越來越惡劣 到了2019年更加不用說了 直接北京等於介入 香港的法官任命 美其名 國安法指定法官 也是一樣 向北京效忠的人 就能夠做到指定法官 徹底 北京 控制了司法體系 香港現在就變了四不像 可能叫做 部分 商業糾紛 可能叫做 有一點點制度 大致上保留了原本那一套 但是 其他問題上 你永遠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成分 是北京介入的 只是這件事本身已經足夠使得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凋失的了 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交易者 還有投資者 知道制度 理論上應該公平 不過現在整個情況就改變了 當然有人也可以說 內地的A股市場也很刺熱 內地的A股市場刺熱 是內地人 去買股票 實際上 內地A股 就是不能夠跟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的 就算是今天 特別是今天 正好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香港 其實 如果你要 保留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你是不可能長期 司法體系不被順入 相當可悲 大致上香港整個系統 就是必須要跟英國的 法律政司 就是完全無力 但是就要反駁 只是露斥英國大律師工會 說的話跟事實不相符 只有那麼多 非常無力的反擊 香港原本的司法地位 本身 在普通法世界裏面 也不算高 更何況是 現在 基本上 是整個英國的制度已經徹底跟香港 是割裂的 簡單來說 香港可以繼續 是圍爐取暖的 但是你想要 在英國制度之下的普通法國家 還有其他國家想承認你的法律制度 基本上就變得不可能 換言之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是一個大倒退 而且更加等於變回 是 不開放的封閉國家 變回中國大陸 所以 現在雖然你說是中共出招 習近平出招救經濟 但是 最核心的問題 仍然是如果你要繼續用香港做金融中心 去大搞經濟的話 你必須要想盡辦法 將現在的障礙清除 包括 香港現在的垃圾戰狼律政司 還有香港的國安法 還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如果你不將這幾樣東西清除 你不將政治案件 是全部 是終結 放回政治案件裏面 是被拘捕 是被扣押的人 基本上香港 法制是不用指望 在國際上有公信力 這件事 必然到最終 是跟你搶救經濟是矛盾的 搶救到某一個極限 跟你 維修是一樣的 你連塊交佈 真的可以頂一陣 廣告也有賣 連塊交佈就算了 連塊交佈 是可以頂一陣 但是長遠來說 其實你 都是要大維修的 所以很簡單 你用交佈就這樣黏著 是可以頂一陣 股票可以頂一陣 但是可不可以頂兩年呢 可不可以頂三年呢 可不可以頂十年呢 就是很明顯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其實到最終 始終北京都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到底是不是應該走回頭路 就是說要對全世界作出讓步 這件事 必然 是未來的主題 尤其是 決心 是要 救回經濟 這件事你必須要考慮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 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 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保證 保證 為什麼lesia키